2018已经快过去了四分之三,这到半年老妈子,我都干了些啥呢?总结我的2018上半年的状态是这样的,每天的状态是这样的,我待花每一分钟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,我的减肥成果是这样的,我和老公的关系是这样的,睡眠质量,饮食状况,人际交往状况,口头馋。 但事实却是,心理承受能力,主要的交通工具,主要的娱乐活动,我的资产,我的钱都花在,我朋友圈的状态,我的日常情绪,老公说回来帮忙带娃,你问我这一年带娃的感受,二拍看法,别人说理解我是,理想的带娃状态,现实的带娃状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